这节课呢,我们来讲解索赔的依据还有前提条件 那依据和前提条件这两个要点都要求大家来掌握 首先来看索赔的依据,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个是工程施工合同文件 大家要记得,这个依据它是所有索赔依据当中最关键和最主要的依据 那以及在施工过程当中的恰商啊,变更书也都要作为我们施工合同文件的一个组成部分 作为索赔依据 那在这里考核的重点呢,是中间这两个关于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和定额 并不是所有的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和定额都可以作为索赔的依据 其中有两种,一种是国家制定的法律依据 比如说建筑法,招标投标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那针对这些国家制定的,不需要在合同当中约定 直接就可以作为索赔的依据 再比如说标准规范和定额 如果是强制性标准,必须要执行 也不需要在合同当中约定可以作为索赔的依据 那大家要掌握的是,什么样的需要在合同当中约定呢? 在法律法规这里面,部门规章以及工程所在地的地方性法规 地方政府规章,需要在专用合同条款当中约定 才可以作为索赔依据 而非强制性标准也是必须在合同当中明确 才可以作为索赔的依据 所以大家要把需要在合同当中约定明确的这两个牢牢的记下来 然后最后一个索赔的依据是关于各种凭证 是索赔事件,遭受费用和工期损失的一个事实依据了 然后反映了工程的计划情况和实际情况 比如说时工进度计划 那在这里最最重要的就是中间这两个 然后顺便强调在19年教材的细微变动 那在这里就增加了部门规章 以前没有强调部门规章 现在把部门规章也完善进来了 那索赔的依据讲完之后 我们再来看索赔成立的条件 索赔成立的条件呢 需要同时满足三个条件才可以 那我们这里所讲的是针对承包人向发包人的索赔 那对于索赔是双向的 发包人也可以向承包人来索赔 但是我们讲的主要是针对承包人向发包人的 那三个条件必须同时满足 第一个 这个索赔事件已经造成了承包人的直接经济损失 或者是工期延误 大家注意一下关键词是直接经济损失 那选项若是间接就不对了 那针对这个索赔事件 那一定是非承包人原因发生的 比如说是客观原因呀 或者是业主的原因 那第三个条件 承包人已经按照工程施工合同的规定 首先按照规定的期限 向发包人先提交了索赔一项通知 那索赔一项通知发出后 再在规定的期限内向承包人递交详细的索赔报告和相关的证明材料才可以 那只有按照规定的时间 那先提交索赔一项通知 再提交索赔报告 满足这样的条件才可以 如果承包人没有在规定的期限内 先向发包人发索赔一项通知 那承包人就丧失了索赔的权利了 那这样我们就将索赔成立的条件三个简单总结一下 第一个损失是实际存在的 第二个一定是非承包商自己的原因 第三个按照先的程序去提交索赔通知和索赔报告了 好了索赔的依据和条件讲完之后 我们来做几个考题 这个是2017年考的多选题 下列资料当中可以作为施工发承包双方提出和处理索赔 直接依据的有 大家注意问大家直接的 来看A选项 未在合同当中约定的工程所在地的地方性法规 那只有国家制定的法律法规 那不需要在合同当中约定 而地方性的必须约定才能作为直接依据 所以A不选 B工程施工合同文件 它是最主要和最关键的依据了 这个可以 C合同中约定的非强制性标准 这个也是正确的 然后D现场签证 大家在考试的时候遇到我们课程当中没有体现的内容 千万别选 对于这个现场签证严格来说 它不属于依据 依据呢是拿来直接就可以用 不需要去制证它 而真的这个现场签证 我们是不是还要去制证它呀 所以这个D现场签证它更严格的说法应该是属于证据 非依据了 所以不选 大家在考试做多选题的时候也一样 本正要选择自己最有把握的选项 没有把握就不要选了哈 成立的基本条件有 什么三个基本条件呀 第一个 那损失是实际存在的 第二个 非承包商原因 第三个 走程序了 来看A 合同旅行过程当中 承包人没有违约行为 这个是索肥成立的基本条件吗 不是 那再来看B 索肥事件已经造成了承包人直接经济损失或公期延误 这个是正确的 损失是实际存在的 C 索肥事件是因非承包人的原因引起的非几原因也正确 B 承包人按合同规定提交了索肥一项通知 索肥报告及相关证明资料 这个走向程序了 对不对 也正确 E 发包人已按合同规定给予了承包人答复 这个不是索肥成立的基本条件 正确答案就是BCB三个选项 下面呢我们来讲第三个知识点关于索肥费用的计算 那哪些费用可以索肥呢 那人才机关都是属于我们可以索肥的对象 那我们首先先来讲人工费 那哪些情况下可以索肥人工费 不要求大家去背 通过常识呢就可以判断出来 那从硬实的角度我们要掌握的是 那针对人工费的索赔 它分于两个方面 一个是增加额外工作 还有一部分是窝工 那窝工的人工费的索赔和正常的增加工作的索赔标准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先来看人工费索赔包含的内容 那承包商完成了合同范围以外的额外工作 然后一些加班呀 把令人工费增长 以及非承包人原因导致的功效降低 非承包商原因的窝工工资上涨都是可以提出索赔的 那我们注意一个特殊的地方 就是关于人员窝工费的计算 不能按照正常的日工资单价来算 那在计算停工损失当中的人工费呢 大家在做题目的时候呢 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题目当中单独给出一个人工的窝工费的日工资的单价是多少 另外一种呢会给出一个折算系数 比如说正常的人工日工资单价 每天是200元 每个工日200元 而窝工呢 题目会明确 比如说窝工 我们按照这个窝工系数是25% 那就每个工日的窝工费呢 就200乘以25% 就等于50元了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材料费 那材料费呢 在施工的过程当中 非承包商原因导致材料的增加呀 发包人原因导致延期期间上涨费 超期纯储都可以索赔 那材料费包括什么 材料单价当中包括的运输费呀 仓储费呀 以及合理的损耗费用都是可以提出索赔的 那有一种情况下 发生了材料费的损失就要由承包商自己来承担 就是由于承包商管理的不善 造成材料损坏失效 就不能列入索赔款当中 那人工材料讲完之后 重点是关于施工机具使用费 那什么样的情况可以索赔施工机具使用费呢 和人工费的内容大致相同 比如说增加了额外工作呀 非承包人原因的降效 发包人或工程所指定的错误 或者是延迟导致的停滞 那当是增加了 那施工机具使用费的时候 工作内容增加 然后引起这项费用索赔的时候 我们就按照机械台班单价来进行计算 那如果是窝工引起的施工机具使用费用的索赔 大家注意哈 这种情感窝工呢 就不能按照台班费来计算 因为窝工机械在那里闲置着 它不会消耗相应的燃料动力 所以针对施工机具使用费 窝工引起的闲置 我们计算索赔呢 要分为两种情况 要看这个施工机械是施工单位自有的 还是租赁的 如果自有就按照台班折旧费 以及操作机械的操作者 人工费还有其他费用之和 大家就记住考虑折旧人工 其他费之和就可以了 相应的燃料动力不发生 那就在自有的时候就不应该考虑燃料动力费 然后再来看租赁的时候 租赁的时候呢 我们是考虑台班的租赁费和每台班分摊的施工机械的进出场费用来进行计算的 那一定要分清楚自有和租赁不一样 考试做题的时候也一定要认真审提 看是自有机械限制还是租赁的机械限制 人财机讲完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现场管理费 那管理费的索赔我们要分为两类 一类是现场管理费 一类是总部管理费 那现场管理费呢 是与我们项目有直接关系的 在施工现场所发生的 管理人员的工资 办公费 交通费等等 就类似我们前天所讲的 企业管理费所包含的内容 而这个总部管理费呢 它是总公司的管理费 在这个项目上的摊销 与这个项目没有直接关系 觉得类似我们前面讲的总承包 总承包我们在进行报价分析的时候 是不是包括成本分析和标高金分析 成本分析当中包括的公司本部费用 就类似于这里的现场管理费 标高金当中的管理费呢 就对应这里的总部管理费了 那如果是新增工作了 以及发报的原因导致的 中期延期期间的现场管理费 那施工单位都可以提出索赔 那这项费用怎么算呢 简单了解啊 就用索赔的直接成本费用 来乘以一个现场管理费的费率就可以了 这个现场管理费的费率的计算 有四种方法 大家简单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包括合同百分比法呀 或者行业平均的水平法 原始估价法 还有历史数据法 下面我们再来看总部管理费的索赔 首先明确哪个原因导致的 承包人可以索赔总部管理费呢 是发报人原因导致的 工程延期期间所增加的 承包人算总公司提交的管理费 那针对总部管理费 从硬实的角度要求大家掌握计算 那计算就在当中给出来两种方法 一种是按照总部管理费的比例 就是用直接费索赔额加上现场管理费索赔额 合计起来 乘以总部管理费的这个比例 重点是第二个 是按照以货补偿的工程延期天数的基础来进行计算 那总部管理费 我们说是总公司的管理费在这项目上的开销 对不对 那我们是不是要计算出 我们这个项目一天的所分摊的总部管理费 再乘以延期天数就可以了 所以针对第二种方法 只要大家将2014年的这道考题掌握就可以了 我们就以这个真题呢 作为例题 告诉大家这个知识点该如何把握 某工程合同价格是5000万 计划工期是200天 施工期间因非承包人原因导致工期延误了10天 若同期该公司承认的所有工程合同总价 是2.5亿元 计划总部管理费的是1250万 则承包人可以索赔的总部管理费是多少万元 那首先我们先把延期了几天呀 延期了10天 所以只要我们求助每一天分摊的总部管理费 再乘以10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现在同时期的该公司的承认的工程合同总价2.5亿 那我们这个工程是5000万 那占2.5亿的比例是多少 是不是五分之一呀 那我们这个工程 要的合同价格占公司同期的合同总价的五分之一 那总共的总部管理费是多少 是1250万 大家看这样我们是不是就计算出来了 那我们本项目所分摊的总部管理费是250万 那我们本项目工期多少天是200天 那我们用250万除以200天得到一天的总部管理费是1.25万 那现在工期延期了10天 我们是不是用1.25乘以10就求出来了承包人可以索赔的总部管理费呀 正确答案选择的是C选项 那关于索赔的总部管理费的计算思路 给大家总结一下 首先先求出我们本工程所分摊的总部管理费的总额 然后除以本工程的计划工期就可以求出一天的了 由一天的总部管理费乘以索赔天数就可以了 接下来再来看保险费保含手续费 那这两者呢由于发包人原因导致的工程延期啊 那承包人呢 比如说保险费他必须办理工程保险 施工人员依赖伤害保险的延期手续 那增加的费用可以向发包人所赔 保含手续费也是 那比如说要让银行来作为担保人提供银行保含的 那现在发包人原因导致工程延期了 那承包商提交的领约担保领约保含也要延期 那这个延期所增加的保含手续费 依然由发包来承担可以索赔 然后再来看利息 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索赔利息吗 发包人拨延支付工程款 然后发包人延迟退还工程这样保证金的利息啊 然后电子的利息啊 后扣款的利息都可以索赔 然后有约定按约定 没有约定或者是约定不明的 那这个利润呢 就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的贷款利润来进行计算 利息结束之后 我们再来看利润的索赔 那承包商和索赔利润事件发生 我们在前面讲的25个事件当中总结过 如果是发包人过错 或者发包人人约 然后导致的承包商的损失 是可以索赔利润的 那利润的计算呢 就采用原报价单当中的利润的利润率来进行计算就可以了 那如果综合单价当中 比如说索赔的费用中工程量乘以综合单价 综合单价当中如果已经包含利润了 就不需要再重复计算了 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分包费用 那这个分包费用是由于发包人的原因 导致分包工程费用增加 分包向谁索赔 那我们这个索赔关系呢 是按照合同关系对应的 分包呢 是向总包来索赔 然后这个索赔款呢 列入到总承包人向发包人的索赔款项当中 这个分包人不能直接向发包人来索赔啊 接下来再讲索赔费用的计算方法 有三种方法 那最常用的是实际费用法 这个实际费用法呢 我们就看 索赔事件发生了几项 针对每一个事件来计算承包人 一项发包人也可以索赔的费用 每一项计算出来之后 墙加就得到索赔费用的总计是多少了 然后第二种方法是总费用法 总费用法的计算呢 它是用实际的总费用减去投标报价估算的总费用 这种方法不常用 因为用这种方法计算出来的索赔费用呢 往往要比实际的索赔金额要多 为什么 我们来分析一下原因啊 针对实际总费用 那这个总费用啊 承包商在计算的时候 往往会将 由于它的原因所导致的费用的增加 也考虑在内 所以这个实际总费用呢 它的数字会偏高一些 而投标人啊 在报价的时候 为了中标 它的报价的估算总费用 往往会低一点 大家看 倍减数会比实际的要多 减数呢 比实际的要少 是不是导致的我们实际上 索赔的这个金额的数额是偏大的呀 最一般不采用这种方法 然后接下来在第二种方法的基础之上呢 我们再采用一个修正的总费用法 这修正总费用法计算出来的索赔金额呀 是比较接近实际费用法的 但是针对哪项工作发生调整了就某项工作调整后的实际总费用 然后来减决该项工作的报价费用 那针对索赔费用的计算方法 大家就掌握最常用的是什么 实际费用法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题哈 看看这个索赔费用如何进行计算 要结合我们前面讲的那25个索赔的事件 哪些可以索赔工期 哪些可以索赔费用 哪些三者都可以索赔呢 某施工合同约定 施工现场主导施工机械一台 由施工企业租的 那当大家读题的时候啊 看到施工机械 一定要认真看是自有的还是租赁的 台班单价呢 每台班300元 租赁费呢每台班是100元 人工工资是每个工日40元 窝工补贴呢每个工日10元 以人工费为基数的 综合费率为35% 那当说到这个综合费率的时候 再来强调一下哈 针对窝工 窝工所谓的窝工费 不需要考虑综合费率 只有在施工过程当中 所增加的人工费 非窝工的增加的工作导致的人工费的增加 我们要考虑这个综合费率 在施工过程当中发生了如下事件 第一个出现异常恶劣天气导致工程停工两天 人工窝工30个工日 那我们分析一下 第一个事件 那停工这两天可以索费两天工期 对不对 那人工窝工可以提出索费吗 我们前面讲过 针对异常恶劣天气所导致的工期延误 这个事件只能索费工期 不能索费费用 所以这道题 我们就直接将新一个事件给个划去就可以了 再来看第二个事件 因恶劣天气导致场外道路中断 抢修道路用工20个工日 这就是额外增加的吧 那这个20个工日呢 我们要用20个工日乘以人工日工资 单价40元 另外额外增加的工作 还要考虑综合费率 然后这个题目也明确了 综合费率就是以人工费为计算基数的 第三条 场外大面积停电 停工两天 那窝工10个工日可以索费 然后为此问大家 施工企业可向业主索费的费用是多少 那第一个事件索费费用是零 第二个事件呢 我们能用20 人工日工资单价每个工日40元 然后这是人工费 以人工费为计算基数 我们要乘一个35%的综合费率 用20乘以40再乘以1加35% 然后针对第三个事件呢 场外大面积停电 停工两天 搭响 除了人员窝工10个工日以外 还有隐含的条件 我们要能够分析出来 明示就告诉你了 人员窝工10个工日 那停电 租的这个施工机械能施工吗 也不能 机械也是闲置的 所以隐含的索费条件 我们要找到 隐含的呢 我们就用两天嘛 一天按照一个台班 那每个台班是100元 应该是2乘以100啊 2乘以100 这是机械的闲置费用 再加人员窝工10个工日 窝工的日工资单价呢 是10元 那这样两个事件索费的费用 我们计算出来之后 结果呢 是1380元 下面来看2018年考的多选题 因发包人原因导致工程年期时 下类索费事件能够成立的有 A 材料超期 储存费用的索费 那由于发包人原因导致的 那这一项承包人可以提出索费 B 材料保管不善造成的索坏费用索费 材料应该由承包人保管 所以这个是由于承包人资深原因导致的 不能提出索费 C现场管理费索费 B保险费索费 E保含手续费索费 那由于发包人原因导致的延误 这三项都是可以提出索费的 那另外总部管理费是没可以提出索费啊 最正确答案权的是ACDE 再来做一个17年考虑的计算品 某施工合同约定人工工资是每个工日200元 握工补贴按照人工工资的25%来计算 那每个工日握工补贴是多少 每个工日的就是用200乘以25%是50元 在施工过程当中发生了如下事件 第一个事件 出现异常恶劣天气导致工程停工两天 人员握工20个工日 那题目 我们先来看最后让大家计算的 还是承包人可送包包人索费的人工费 那是不是第一条可以划掉了 异常恶劣的天气导致的攻击洋物 只可以索费攻击不可以索费费用 第二条因恶劣天气导致厂外道路中断 抢修道路用工20个工日 那这个属于额外增加的工作 我们20要乘以200元来进行计算 几天后厂外停电 停工一天 那人员握工10个工日 那这条题它没有体现施工机械的相关的 比如说单价 开办单价 还有前置的单价 那我们不需要考虑了 那明示的索费呢 就是导致人员握工 我们在分析隐含的 不存在隐含的 那如果人员握工 一个工日是50元对不对 那再来看 增加了抢修道路20个工日 那每个工日则是多少钱是200元 那这条题没有给出东河费 利用就无需考虑了 那经过我们计算 答案选择的就是 4500元正确答案是C选项 那在这儿啊 我多说两句 同学们在做案例分析题目的时候 无论是握工啊 还是正常的人工费的增加 那我们按照 握工费的日工资单价 乘以握工的天数 然后人工费的索配呢 就是人工的日工资单价 然后乘以增加的这个工日数 那这两者都是要 作为我们归费 还有税金的一个计算基数的 对不对 但是我们前面在讲 教材当中立体的时候 仅仅是新增工作 让我们考虑综合费率了 而握工的没有 但是大家在做按立体 按立体的题目的时候呢 确实握工也要计算 哦 归费税金的 所以大家就往往会有 有这样的疑问 说为什么这握工就不计算呢 那我们在计价的考试当中 大家来看17年这套考题 已经回避了 教材当中立体的这个 编写存在了一个 不严谨的一个小问题哈 所以考哪个科目 就以哪个科目的教材为准 那考计价 就按照我们计价教材的立体 的标准答案来作题 如果考案例呢 就按照案例教材当中的 记住这一点啊 好了 都说几句给大家解释一下原因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这个单选题 当施工机械停工 导致费用索赔成立的时候 台班停滞费用证据的计算方法是 A.按照机械设备台班费计算 B.按照台班费当中的设备使用费计算 C.自有设备计算 C.自有设备按照台班折旧费 人工费和其他费之合来计算 B.租赁设备按照台班租金来计算 那这道题 我们选哪个 那如果是 施工机械索赔的时候 尤其是在停滞的时候 我们要分自有的还是租赁的 AB.并没有强调是自有的还是租赁的 那我们就从C.例当中来选择 C.是自由的 要考虑折旧费 人工费 其他费之合完全正确 那D.选项错在哪里啊 D.选项错在 他没有考虑台班分摊的进出厂费用 我们机械在停滞的时候 是不能够按照正常的施工机械台班单价来进行计算的 因为不是一道燃料动力费嘛 所以正确答案选择的是C选项 再来看15年的一个单选题 某房屋机坑开挖后 发现局部有软弱下卧层 那这是属于异常不利的物质条件了 对不对 甲方代表主治乙方配合进行地质复查 公用工十个工日 那地质复查和处理费用是4万元 那在施工的过程当中 遇到异常不利的物质条件 这个风险谁来承担 应该发包人来承担 承包人可以索赔工期和费用 对不对 不可以索赔利润 因为是客观原因嘛 那针对地质复查处理费用 这4万是可以索赔的 工期的延长三件 人员窝工15个工日 这窝工费也可以索赔 若用供按照每工日100元 窝工按照每工日50元来计算 一方就该世界索赔的费用是多少呢 那这4万元是可以索赔的 我们进行单位的统一哈 四后面加4个0 那接下来窝工可以索赔 那一共窝工了15个工日 然后每个工日呢 是50元 另外在这地质复查还用工了10个工日 这10个工日呢 按照正常的日工资单价来进行计算 用10乘100 所以这是我们计算出来 总共的可以索赔的费用 那结果是41750元 正确答案选择是B选项 分为三项 有地址复查处理的费用 然后还有窝工的费用 以及地址复查增加的人工费 接下来再来个2011年的一个单选题 根据我国现行合同条件 关于索赔计算的说法 正确的是哪一个 A人工费索赔包括新增加工作内容的人工费 不包括停工损失费 包括包括是包括的 B发包人要求承包人提前竣工的时候 可以补偿承包人利润 但提前竣工我们补偿的仅仅是费用 因为并没有导致工程本身工程量的增加 然后再来看C 工程延期的时候 包含手续费不应增加 如果是发包人原因导致到工程延期 可保含手续费增加 增加 再来看D 发包人未按约定时间金付款 应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延迟付款利息 D选项是正确的 费用索赔计算 讲完我们再来看工期索赔的计算 那首先有两个在工期索赔计算我们注意的问题 对于这里大家要结合着在管理课程我们讲的工程网络计划的内容 要结合起来来学习 那首先我们先来看 划清施工进度拖延的责任 我们可以将工期划分为可原谅的工期和不可原谅的工期 可原谅的工期一定是客观原因或者是承包人原因导致的工期原物 承包人不承担任何责任的原物 而不可原谅的呢 那就承包人他自身原因导致时空进度的之后 那针对可原谅的工期 那我们就可以再细分 分为可原谅予以费用补偿 可原谅没有费用补偿的 那如果是属于发包人原因导致的 比如说发包人延迟提供图纸了 就属于可原谅的又有费用补偿的 那如果是由于异常恶理的气候天气导致的工期延误呢 那这里是可原谅工期 但是没有费用补偿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针对被延误的这个工作 是否可以获得工期索赔呢 那我们要来看这样工作是否是关键工作 如果是关键工作 那延误几天索赔几天 这延误一定是属于可原谅的啊 那如果是可原谅的工期延误 那它是非关键工作 那只有延误的时间超过非关键工作 总是差的 我们才可以有工期索赔 那这个是大家学完管理课程就非常容易理解的了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工期索赔的计算方法 第一种方法呢 是直接法 直接法是指干扰的事件 直接发生在关键陷入造成的工期延误 那它对工期干扰的时间就是工期的索赔值了 那如果是非关键工作 那我们再用延误的时间减去非关键工作的总值差 得到的结果才是可索赔的工期 还有一种方法是比例计算法 那如果某干扰事件仅仅影响某个单项工程 单位工程或分部分项工程的工期 我们要分期对总工期的影响就可以采用比例计算法了 这个比例计算法呢 我们只要就大家会计算题目就可以了 比如说那已知受干扰部分工程的延期时间 那我们就来看受干扰部分 这个工程的合同价格 占我们原合同价格的比例是多少 然后用这个比例呢 再乘以受干扰部分工期拖延的时间 就可以知道工期索赔值了 比如说那受干扰部分工期拖延的时间呢 是10天 那受干扰部分的合同价格呢 是200万 原合同的价格呢 是1000万 那大家来看我们工期索赔几天呀 是不是用10乘以五分之一 索赔的就是两天 然后接下来来看第二种方法 是以之额外增加的工程量的价格 然后问大家工期索赔值 那也是用原合同工期 然后来看我们额外增加的工程量的价格占 原合同总价的比例 由原合同工期呢 是30天 那我额外增加的工程量的价格呢 是200万 那依然原合同价格呢 是1000万 那我们就又直接用30乘以 五分之一 赔所赔的工期呢 就是6天了 这是大家会计算 这类题目并不难哈 接下来呢 那我们再来看针对比例计算法 它的使用是有受限制的 比例计算法呢 虽然简单方便 但是有时不符合实际情况 而且比例计算法 注意的不适用于什么 不适用于变更 施工顺序 加速施工 删定工程量 等时间的索赔 接下来是网络图分析法 那这个网络图分析法呢 大家就需要结合 好管理课程的 网络计划的内容来学习了 当然我相信同学呢 听到这里的时候 网络计划的内容 应该都已经学习完了 如果延误的工作是关键工作 那延误的时间 就是索赔的工期 如果延误的工作为非关键工作 那我们要用延误的时间 与这个非关键工作的总值差 来比较 一定是总值差比较 不能与自由时差来比较 因为自由时差呢 是小于等于总值差的 那自由时差呢 是在不影响解后工作 最早开始时间的前提下 所利用的机动时间 那如果某项工作的延误 它大于自由时差 但是小于总值差 影响的仅是解后工作的 最早开始时间 不会影响总工期 而总值差 如果延误的时间超过总值差 就一定影响总工期了 为什么 因为总值差的概念是这样的 总值差呢 是指在不影响总工期的前提下 可以利用的机动时间 那如果延误时间超过总值差 那就将影响总工期了 影响几天呢 就延误的时间减总值差就可以了 那再来到网络图分析法哈 它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可以用于各种干扰事件 或者是多种干扰事件 共同作用所引起的工期所配值 大家在做案例分析题目的时候 往往在题目的背景当中 呢 给出有网络计划 那在网络计划当中有多项工作 会说明哪些工作由什么原因导致的 呃 工期的延误 需要大家首先先分析出来 哪些是可以索赔的 哪些是不可以索赔的 那将可以索赔的这些工作的延误的时间 把它增加到原网络计划各项工作的持续时间上 那然后需要我们重新来计算 这个网络计划的呃 关键线路和工期了 用新的工期减去 原来的工期就是可索赔的工期了 下面我们来讲 在我们计价课程当中 工期延误这里最重要的一个知识点是 共同延误的处理 那共同延误是针对在施工过程当中的工程托弃啊 很少只由于一方原因造成的 往往是两三种原因同时发生相互作用而形成的 那这样呢我们都被称为共同延误 比如说大家来看我下面这个例子哈 某工程呢从7月1号到7月10号 这10天呢由于呃发包人延期提供图纸了 导致工程迟迟没有开工 然后从6号到15号 比如那是6号 这是6号到15号 这10天的时间呢 由于施工单位的机械设备故障了 那又没有办法开工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 从呃第11天开始 然后到11号到20号 又发生了不可抗力 那大家来看 在6天到10天 上方是发包人延值提供图纸 下方是施工机械设备故障 那这5天的时间 谁来承担这个延误责任呢 双方共攤吗 注意不是这样的 当出现共同延误的时候 我们处理的原则是 确定初始延误者 那应由他对工程托其负责 那比如说我们这部分 初始延误者是谁啊 是发包人 而这部分的初始延误者呢 这是承包商施工机械故障 下方是不可抗力 那这部分的责任呢 就由承包商来承担 那先明确责任人是初始延误者 然后初始延误者 他有可能是发包人 有可能是客观原因 还有可能是承包人 那我们来看 初始延误者 针对这三种情况 承包人可以获得哪些补偿 如果初始延误者是发包人 承包人呢 既可以获得工期延长 又可以获得经济补偿 那如果初始延误者 是客观原因 那工期补偿 是一定能获得的 那费用补偿呢 注意不是不能啊 一定要注意准确用词 是很难获得费用补偿 那如果初始延误者 是承包人原因 什么补偿都没有 那共同延误讲了 我们来看一下2018年的考题 某工程建筑计划网络图上的工作X 它在关键线路上 与工作Y呢 在非关键线路上 同时受到了 异常恶劣气候条件的影响 导致X工作延误了10天 Y工作延误了35天 该气候条件 没有对其他工作造成影响 那给出来喽 若Y工作的自由时差是20天 则承包人可向八包人所配的 空期是多少天 这要题大家思考一下 能做吗 得出来正确答案是不是 我们把它改一下 为了保证真集的原样 我这没有改 在课程当中 告诉大家 我们也将自由时差呢 改成总时差 才可以做出正确答案 那从已知条件 发生异常恶劣气候条件 X4Y同时受影响 那X4Y应该是平行进行的工作 对不对 那现在X4延误10天 它在关键线路上 所以X4工作 可以直接知道 它可以索赔10天 而Y工作呢 延误35天 它有20天的总时差 那它可以索赔15天 大家看既然像工作本身 属于平行进行的 对不对 平行进行的 那应该取最大值 所以承包人可以向 8万人所提的工期 是15天选择的事 B选下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2017年的单选一 关于施工合同 旅行过程当中 共同延误的处理原则是 下令说法中正确的是 A 在初始延误发生作用期间 其他并发延误者 按比例承担责任 我们是由初始延误者承担责任 所以A错了 B 若初始延误者是发包人 则在期延误内承包人可得到经济补偿 那如果是发包人 不仅能得到经济补偿 还可以得到 工期的延长 工期 经济都可以得到补偿 所以说 B选项是 正确的 再来看C选项 若初始延误者是客观原因 则在期延误期内承包人不能得到经济补偿 这里不能的说法规于绝对了 是很难得到经济补偿 B 若初始延误者是承包人 则在延误期内承包人只能得到工期补偿 如果是承包人自己 那什么补偿都没有 所以正确答案选 B选项 再来看16年的一个单选E 采用网络图分析法处理可原谅工期 下来说法当中正确的是 A 只有在关键线路上的工作原物才能索赔工期 错了 如果是非关键线路上的工作 那原物超过总值差 也是可以索赔工期的 B 非关键线路上的工作原物不应索赔工期 也错了 跟刚刚讲的原理一样 如果原物的时间大于总值差 可以索赔 C如延误的工作为关键工作 则延误的时间就是工期索赔者 完全正确 B 该方法不适用于多种干扰事件 共同作用引起了工期延误 这种方法是适用的 我也跟大家说过 当在案例背景当中出现了多个事件发生 那我们要先分析哪些事件可以索赔工期 将可以索赔工期的这些事件 用它实际的持续时间代替原网络计划当中的时间 重新计算网络计划 然后新的得到了新网络计划的工期值 简直原工期值就可索赔的 所以它是适用于多种干扰事件 共同作用的 正确答案选的是C选项 那讲到这儿呢 关于索赔类合同价款的调整方法就结束了 我们来看本节最后一个知识点 其他类合同价款的调整事项 那其他类呢 主要指的就是现场签证了 那现场签证 我们来看谁与谁来进行签证的 是发包人或者是发包人授权的现场代表 这个代表可以是监理人 也可以是工程造价 咨询人 然后你承包人或者承包人呢 授权的现场代表就施工过程当中 涉及的责任事件所做的签认证明 这句话大家注意角色哈 可以是发承包本身 也可以是他们委托的授权的现场代表 然后施工合同旅行期间出现现场签证事件 然后双方呢 也调整合同价款 那下面我们来看什么样的情况下 可以提出现场签证呢 第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前面一直所说的 既日工 承包人用发包人要求完成合同以外的零星项目 然后非承包人责任事件等工作 那发包人应及时以书面形式向承包人发出指令 然后提供所需要的资料 承包人收到指令之后啊 要及时向发包人提出现场签证的要求 这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是承包人自身在施工过程当中 发现合同工程内容因场地条件呀 一只水文 发包人要求 那不一致 然后就应该提供所需要的相关资料 提供发包人来签证认可 作为合同价款调整的依据了 那接下来 重点要把握现场签证的价款该如何计算呢 那我们要看能在原来的以标价的签单当中 是否有相应的既日工单价 如果有签证报告当中 就不需要再说明既日工单价是多少了 紧列宁完成的数量就可以了 那如果在以标价清单当中 没有相应的既日工单价 这种情况下 那在现场签证的报告当中呢 承包人既要列出数量 又要列出单价 那这个单价怎么确定 是不是双方协商啊 请你讲过啊 然后承包人的计算相应的价款 报发包人确认之后 在哪里支付 一定记清楚 在进入款当中来支付 不是结算款 那接下来是现场签证的限制 合同当中发生的现场签证事项 一定要由承包人报发包人确认 如果没有经发包人签证确认 那承包人擅自实施相的相关工作 大家想发包人会付钱吗 除非发包人后期他同意了 会给你钱 如果发包人不同意 那这个费用就要承包人自己来承担了 所以承包人记得一定要事先保发包人来确认 然后针对现场签证表 大家可以从教材打开 我们来看一下 在教材253页下方的表5.1.5 就是现场签证表 现场签证谁提出啊 什么承包人提出 然后在这表格当中 那在253页大家看到的就是由承包人提出来 然后再翻到254页 大家来看哈 在254页呢 这个表就要经过监理工程师的签字 要经过造价工程师的签字 那监理他复合的是量 造价工程师复合的是钱哈 那这个知道有印象就可以了 最终呢都要经发包人 呃 企业的盖章 还有发包人代表的签字 要点讲完了 现在我们来看2017年的单选题 关于施工过程当中的现场签证 下列说法当中正确的是 A 发包人应按照现场签证的内容计算价款 在竣工结算时一定支付 是不是进度款当中支付啊 A错了 B 没有继续工单价的现场签证 按承包商提出的价格计算并支付 双方要商店的价格 不是承包商提出来的 C 因发包人口头指令实施的现场签证事项 发生的费用由发包人承担 大家想 口头指令 没有书面的做证明 大家行吗 绝对不可以 应该是书面的哈 才由发包人来承担 即使口头后面也要追加书面的 哦 指示 D 经发包人授权的工程造价 咨询人是可以与承包人做现场签证的 D是正确的 那 讲到这里啊 我们第五章第一节 是我们本文课程当中单节处题分支最高的一节内容就讲完了 关于合同价款的调整 然后我们总结一下在这一节我们都讲了哪些事项可以调整合同价款以及记忆的要点 首先是法规变化 首先是法规变化类那法规变化类这里最重要的是大家要掌握基准日的确定 招标的工程 投标截止时间前的第28天不招标的合同签订前的第28天为基准日那基准日之后作为一个有经验的承包商无法预料的这个风险就由发包人来承担了 还讲一个工程延误期间那工程延误期间然后法规政策导致价款调整的那这个责任该谁来承担呢 那我们要开始试承包人原因导致的延误还是发包人 总体的原则呢就是惩罚违约者 如果是承包人导致的延误来想价格上涨了调嘛不调那下跌了调不调调 打过这个就行然后工程变更类这个是最难的也内容最多的 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工程变更删改增那有一个情况是特殊的哈 发包人取消某项工作发包人教他人实施这个不算变更 然后项目特征你要说实际的项目特征与清单当中不一样 这个责任谁来承担发包人来承担清单缺项漏像也是由发包人来承担的 然后这里呢大家要掌握变更我们讲变更价款如何处理 那如果工程量偏差没有超过15% 在以标价清单当中有适用的就还适用的单价 没有适用类似的根据类似的然后来确定单价或总价 那如果既没有适用也没有类似造价信息有信息价的 那这种情况承包人提出单价或总价爆发包人确认 依据的内容要考虑报价浮动率 报价浮动率怎么算 我们重点把握招标的工程 用招标控制价减去重标价就差了除以招标控制价就可以了 不需要考虑其他费用都扣除了 然后针对措置项目费的调整一定要一分为三 安全的民事工费按时调整不得浮动 单价措置项目费就按照分布分享工程费的变更的处理方法 总价的我们要考虑报价浮动率了 然后这个是关于这个工程变更 后来我们在讲工程量偏差的时候 当工程量偏差超过正负15%的时候 增加超过15%综合单价调低 减少超过15%综合单价要调高 另外还讲了一个这个新的综合单价要结合招标控制价来确定 当工程量增加超过15% 我们要计算一个最大值 这个最大值呢 就用招标控制价当中的综合单价乘以1加15% 然后投标人报的综合单价与他来比较 如果投标人报的综合单价大于这个数值 那是工程量增加综合单价调减的 就用我们这个计算的这个数值作为新的综合单价 另外一种是工程量减少超过15% 我们是要计算最小值啊 这个最小值呢 就用招标控制价 他打一个85折 然后还要乘以一个1减报价浮动率 如果投标人的报价比这个数值还小 那现在工程量减少超过85%了 我们新的综合单价要调高 就按照我们计算的这个最小值作为新的综合单价 那当投标人的报价在这两个数值之间的时候 不如调整 今年教材有变化的一个修订 必须要掌握啊 那工程变更类的重中之重就在这里了 接下来我们来说物价变化类合同价款的调整 重点掌握物价波动 比如价格指数调整方法 还有造价信息 那关于按照造价信息 我们来调整物价波动的一个价款调整 题目当中会给出投标人报的一个材料单价 还有基准日的一个材料单价 那以对应的P1和P2 那这无论是投标人的报价比基准单价是高还是低 那我们就将两者按照大和小这样排列出来之后 然后用上面这个数值P1乘以1.05 下面这个数值P2乘以0.95 当施工期的这个材料的价格在这两个数值之间的时候不调 那超过我们上面这个数值的时候超多少调多少 那都是在投标报价的基础之上加于减我们调整的这个数值 记下来了吗 计算技巧这两个计算技巧一定要掌握 然后接下来是针对暂估价 暂估价呢 我们要分为属于必须招标的还是不属于必须招标的 如果是属于必须招标的 就是中标价来替代暂估价调整合同价款就可以了 那属于必须招标的 重点是必须招标的专业工程 如果这个承包人参加专业工程的投标 由发包人作为招标人 钱呢发包人自己支付 那如果承包人不参加这个专业工程的投标 就承包人作为这个专业工程的招标人 费用 招标的费用算按照含在相应的承包人的合同价当中了 发包人不再另行支付 那如果属于必须招标的材料设备 那这种情况下 由发包人和承包人 共同作为招标人来 来确定材料设备的供应商 接下来是索赔类 那第一个要知道不可抗令事件导致的攻击延误顺延 费用的损失呢 承包人只承担他自身的人员机械的伤亡 其他的都由发包人来承担 然后索赔啊 最最重要了 每年都考 那我们讲了这25个事件 索赔工期的只有两个事件 然后还有索赔 费用加利润的也只有两个事件 然后在这里大家在记忆的时候呢 不需要都背下来 从原理上按照我们总结这个表格的五类 从原理上去分析 还记得我给大家留的作业 一定要将教材当中这25个事件 后面的可索赔的内容跟纸盖上 然后每一个事件自己看着分析一下 也想一想 看到这个事件可以索赔什么 自己想出来之后呢 再与后面的给的答案进行对照 这样练几遍之后 这个要点就掌握了哈 然后最后呢是其他类就把握了现场签证就可以了 好了同学们 那第五章第一节合同价款调整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